歡迎收看 大學生了沒 歡迎收看 台灣生大學 大學生什麼 生激烈 台灣生大學生什麼 生激烈 厲害了 新鮮 新鮮 激烈 激烈 其實真的今天我們要討論這個話題 滿有意思的 激烈 因為你們都有機會了 又有機會 聽說現在女大師還滿愛大叔的 等一下 她是大叔 可是我很年輕 不能因為你還沒畢業就很年輕 老師說今年貴根 我26歲 還好吧 我真的26 我70年次啊 真的嗎 她真的26歲 26算大叔 26就算大叔 那所以您今年 我29 29 大叔 大叔叔 對 因為其實有一份調查報告 是在東京這個金板省地區 調查了食物所大學的女大學生 她們普遍對自己同年齡 或是上下沒差幾歲的這些男同學 我覺得她們很笨 幼稚 而且認為男同學印象以幼稚居首 有百分之52.3 對 所以其實她們都現在呢 會慢慢地去找外面的大叔 有機會囉 你沒有任何喜悅的感覺 不喜歡被叫大叔 有一點快樂又有一點悲傷 那你的大叔的定義是什麼 大叔其實要過35歲才叫大叔好不好 好 過35 那你覺得咧 不會 我覺得應該 40多歲吧 40多歲 50歲 或是去KTV會出錢也算大叔 好慘你都是當著找外面 去KTV出錢是凱子吧 我們是去KTV啊 那個女生有沒有 就開始坐下來開始點東西 每個都點熱炒點什麼這樣猛吃 那你就是凱子啊 對啊 是嗎 你的收入原來都放到這裡去了 不是 重點是請完妹妹吃完之後 有沒有任何獲得 沒有 各自帶吹槽 她請妹妹吃飯 還吃到妹妹一直狂吐耶 因為吃太多了 是不是 你本來想把他們灌醉的 對 結果他們吃得很飽 醉不臉 可憐大叔 今天就要來討論一下 到底有多少女大生愛大叔 正如主持人所說 越來越多女大學生 喜歡30歲以上的熟男 認為他們比同齡男生成熟穩重 並且了解女性心理 但這就是大叔受年輕女生 歡迎的原因嗎 女大生對與大叔交往 又有什麼看法呢 你知道學生會喜歡 年紀大的男生 是因為躺在他們的懷裡 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因為大叔呢 比起一般的同年級的男生 比較成熟穩重啊 而且跟大叔出去的話 也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有工作 會幫我付錢 大叔好像都很包容 我們小女生 而且那邊有 他們都不會生氣 究竟是熟男魅力難倒 還是男大生思想太幼稚了呢 您聽現場學生的說法吧 請問你們會覺得 現在大學男生非常幼稚嗎 請按鈕 好 請各位評分 圈是代表說他們就 女生幾乎都按圈 男生按 花花你按了嗎 幼稚到連鈕都不會按 你看 你來過第八次 還是沒按成功 對啦 花花 好 男生全部按差 女生全部按圈 小麥請發表 就是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啊 然後 吃個東西 然後也可以講半天 對啊 等一下阿扁一直在虛 來來來 我們北交大體育系這位 沒有 都是尊重女性 對不對 對 尊重女性 我發現剛剛那一票男生說 對 裡面有一個跟班 發明王你在對手 你覺得你自己 你自己幼不幼稚 不幼稚 你很成熟嗎 我滿穩重的 你覺得你滿穩重的 小楓來 小楓有什麼好說 不是 我們班上 像大學的時候 很多男生很無聊 他們會幫女生取綽號 來依人 真理的依人 像有些男生呢 他會故意把你東西弄不見 然後你就要一直找 他說 這是小學生的 對啊 對 然後可能你 有時候想要認真 跟他講一句話的時候 或是說我認真在講 他說我聽不到 我聽不到 像大爺就是這樣 好幼稚 你們說你幼稚囉 還好 還好 我滿愛幫大家取綽號 然後他就很愛跟我爭 什麼事情都要跟我爭 對 我們兩個聊MSN 可以為了 就是節目上一些小事 然後可以爭個一個小時這樣 有 你也會在節目上生氣 我會送那個 然後那個指示 那個牌子 對 就會這樣啊 對不對 這方面還 你成不成員有一點小幼稚 一點點 名字有 一點點 好 其他女生奶頭 奶頭 像我 我很不能接受男生 就是會拿信 來跟我們女生開玩笑這樣 對啊 這個男生到了80歲都還會嗎 對啊 好情趣喔 看唐基關門面都還是會這樣 可是有時候 女生面子會掛不住的感覺 譬如他們說什麼 如果不是處女的話 然後他就在一群人面前 按你的鼻頭 你分叉還是怎樣 什麼問題 奶頭你有遭錯過這樣的學問嗎 不是…我同學 然後我當場就踹那男生 我說你真的很白癡 我覺得這些行為聽起來真的還蠻像小學男生 對不對 然後男生也常常在比什麼 中指往下凹 這個人具 就是你的長度 什麼這些 幼稚的行為 你們不要說 對不對 現在還要比嗎 納豆你手凹不下來齁 這個可以用 可以用左手的中指比右手 妳的意思是說 妳這樣比的話 用不要致 好幼稚喔 好幼稚喔 妳這樣等於是 好 阿扁也要補錯局域反單 厲害 聰明 成熟的男性該有的智慧 天啊 這哪算 這哪算 這哪門的成熟 所有同學請寫下 你們認為大叔是幾歲的人 剛剛有人說26就大叔啦 對啊 亂講 你有點受傷 製作單位的討論是說超過35 35 對 我們看看大家的 大10歲以上 來 所有這個 大學生認為幾歲算大叔 好 差不多30 35都有 有些人是以自己為基準 毛毛覺得要大10歲 大部分是30以上 就覺得是了 大爺妳覺得28就是了 嚴苛耶妳 28為老 妳是 妳是要饒過納豆就對了 28 妳是針對我就對了 沒有 還有就 好怪 來 阿堪保遠超好的這樣 沒有啦 我覺得超過28歲 感覺就是過了保存期限 然後差不多就是要就是 不要啦 超氣 可是妳看像比如說 現在的演藝圈裡面 比如說任賢齊 比如說黃品源 對啊 他們都超過28 可是他們都有肌肉耶 他們可能有 楊超偉算大叔嗎 各位 各位妹妹 依人覺得算大叔嗎 算 可是他真的太帥了 太帥大叔 他是帥比較直上 那劉德華算大叔嗎 帥 不算 等一下小白一直搖頭 為什麼 他是超帥 不要叫他大叔 他是養牛的大叔 但是那個哈拿剛剛說算大叔 劉德華 算大叔 然後是大… 就是超級帥的大叔 不過每一個人那個年齡界線 都不一樣 其實要從特質下手 請大家寫出你認為 大叔應該有什麼樣特質 才叫做大叔 大叔的特質應該是什麼 就是療 療療 皺是不是 我們可以看到男生在裡面的反撲 表現他們的不滿 第一個舉辦的就是大爺說禿頭 禿頭 大叔你就是禿頭 真的喔 為什麼會第一個聯想到這個特質 還有啤酒肚 啤酒肚 男兒淚說 愛去Motel 愛去Motel 連大叔都愛去Motel 因為我朋友跟大叔交往 他們只要出去逛街一無聊 就會去Motel休息這樣子 喔 逛街無聊就去休息 對 我覺得 他們就會馬上想說 那去休息一下這樣 等一下 照你這樣講大叔體力還滿好的喔 對啊 是不是 還是真的就去休息 發明王覺得是 對 這點是你輸給大叔的地方嗎 你覺得 沒錯 喔 以後會朝這邊努力對不對 你覺得女孩子都看這個嗎 我想請問女生 如果 那個大叔沒有錢的話 你們還繼續跟他交往嗎 問一下伊人 如果有一個大叔是沒錢來拔你 那不要 不要 那有跟大叔交往過的請按鈕 來 我們來看看 因為這個 有人寫穩重啦 成熟啦 有品味啦 好 男生也可以按 好 我們看看 女生真的有跟大叔 奶頭你跟大叔交往過 幾歲的大叔 大我11歲吧 11歲 對啊 那跟他交往的感覺是 就是 很放心 就是你出門的時候不會 想東想西這樣 就是很輕鬆 都有人幫你規劃好的感覺 也不會一直問說 等一下去哪裡 我們要去哪裡 什麼 也不會一直問 他會直接帶你去 當然不是酒店這樣 就是譬如說 想看風景還是什麼 就是沒有去到那麼好 妳幹嘛討論這個事情 吃飯的話 吃飯啦 吃飯 奶頭講的是一個重點 因為如果是同年齡的小孩 當然這可能跟多不多金有關係 就比如說騎機車帶你去 去貓控控場 一半還拋毛 下大雨人 沒有雨衣 抱歉我只有一件 然後要買單的時候 還跟妳就是評分 就說我這邊不夠 我這邊設零錢 妳先出什麼之類 有時候 不是說很希望男生出現 可是感覺會不太好一點 會扣分 公願亂不去 公願亂不去 起成這樣 那我拜託 這樣才有自然的感覺好不好 如果妳什麼事情 都要人家打理好的話 妳活在這世界上幹嘛 沒有 沒有他們享受 當公主皇后的感覺啦 對不對 那有交往過小白也交往過 有到十四五歲 蛤 那是為了什麼 他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比較成熟 就是真的 成熟 因為就不會 要跟他吵很多無畏的事情 浪費在無畏的事情上面 對 等一下 那位三十四五歲的那一位 體力如何 不錯 不錯 皮膚不會療吧 不會不會 就是看起來是年輕人 就是看起來外型是年輕人 大叔中的是不是這樣 上品 等一下小楓妳在害羞什麼 她整個人已經想像到 把臉給膨起來了 妳不是沒有交往過嗎 妳現在妳在想像了 就妳不要講那麼明白 她會想像 她是想像 她一直打球之類的 體力 小楓 小楓會想跟大叔交往嗎 還不錯啊 大叔都很紳士 就是又很溫柔體貼 很會包容 很會包容 妳是想像 旁邊小麥是真的跟大叔 我是就是有快要被包養的經驗 大叔爭語語男大聲情歌魅力大對唱 我一個人心上 小白不行了 天啊 小白不行了 小白不行了 小白不行熟了啦 天啊 小白不行熟了啦 大學生了沒 小白是真的跟大叔 我是就是有快要被包養的經驗 包養 那個人幾歲 那個人40幾歲 快要當我爸了吧 40幾 算是現在碰過最大的囉 40幾 可是我們沒有真的交往 只是就是認識相處 像她就會說她帶我去騎馬 因為她有馬場 有馬場的不太多 對啊 不姓許 我忘了 忘了 她有提交往多久 她說我想包養妳 我們才認識第一天她就直接說了 她就說她是有什麼 她有地位然後她有錢 然後跟她交往很安全 她有不平衡嗎 沒有 小白 小白 有沒有 那包養她說出嫁一個月 她說多少可以盡量講 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好心動喔 妳有稍微試探一下 大概妳可以開到多少 對 妳想開多少那時候 應該可以有一台Mini Cooper吧 真的要喔 想要喔 等一下開馬場 還滿心動的 可是還是不要好了 危險 不要的原因是什麼 她有老婆啦 她臭臭 真理的藝人有沒有很羨慕 聽說藝人的志向就是 就我從小 我小學就曾經在我的聯絡簿上寫說 我將來的志願是 我要嫁給那個 非常有錢的老頭 然後等他死了之後 繼承他的遺產 現在台灣真的有好幾個啊 對 非常有錢 妳可以 對啊 妳小學聯絡簿這樣寫 那老師 老師就馬上請我媽到學校就說 看看這個女兒 要不要送去輔導一下 那妳媽 妳媽有沒有嚇到 我媽沒有 其實像我爸自己也想要介紹 就是他在美國認識什麼 30幾歲 然後年薪版 那個上千萬還是多少 就是要介紹給我 就說妳要不要直接架算了 對啊 結果妳還是因為不夠老是不是 沒有 因為太矮了 我就說我不想要 她還是有挑 她還是有挑 不要生氣了… 不要生氣大叔 所以 其實她還是有在挑其他的條件 對不對 所以其實像是 這種大叔的特質 妳覺得迷人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有時候還 我會耍任性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可能年紀大一點的 他會很讓我 比較包容 對 而且女孩子每個月都會有 特別想要任性的時候 對 她哪時候Cue她為什麼 就我有遇到一個 就是很有 很感性的一個 就是大叔 對 然後她就是寫情書給我 很感性 我有帶來 真的嗎 來… 她有帶大叔 大叔的情書 大叔幾歲… 大概三十幾吧 三十幾 大叔寫的情書請來念 那個時候我們是搭火車 然後她是坐我後面 然後她就傳指條給我 她就寫說 上車時我注意到 走在我前面的這個女生 說實在的 真的很漂亮 讓人很難不多注意妳兩眼 讓原本疲憊這個時間 多了很多美好 心想和我一樣 從三車走到二車的位置 也和我一樣在台北下車嗎 沒有惡意 只是給妳我的讚美 妳真的很漂亮 女生都超硬 然後但是男生全部都舉老派 是不是 好 我們請這個男生 最有力的一個砲手 來攻擊一下這封情書 發明王 她是姐不公平的 發明王 妳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是發明王 發明王 你對於這封情書的看法是 我聽得都起雞皮疙瘩了 你被感動了對不對 沒有 完全沒有 而且大叔字超漂亮 我們剛剛都有看到 真的很好看他的字 我跟你講 大叔字真的很漂亮 大叔字幹嘛很漂亮 我以前真的被一個大叔追過 他那時候是寫信道電台來 他就是用有點那種鋼筆書法的 而且用稿紙這樣寫 字非常漂亮 對 就是有點那種 就是鋼筆書法 是九孔嗎 不是 九孔嗎 孔哥很會寫 我們現在在討論人類 妳不要這樣子 就是文營類不要討論 好不好 接下來各位妹妹注意了 還有各位男生注意了 有一位厲害人是要出現 他是大叔中的蕎楚 多精 成熟 穩重 幽默 又會唱情歌 歡迎張宇 謝謝 謝謝 好帥 帥 大叔這個蕎是蕎 好帥喔 十三 你們前面也太久了 為什麼 大叔有點累 對不起 大叔另外一個特質 就容易腰痠肺痛 抱歉 好 我們直接讓你興奮一下 現場願意跟張宇交往的請按鈕 包括男生 應該 都會 真的假的 女生全部按圈 這讓我很受寵若驚 真的 易美達你先講好了 但是我體力可能沒有辦法應付這麼多 為了 易美達為什麼 就是妳很有才華唱歌很好聽 謝謝 有才華 奶頭認為呢 我覺得她的頭很性感 好帥 有啊 真的 這其實 有人摔在妳的頭很性感嗎 我本來禮拜一要去做消毒的手術 妳把它取消了 等一下… 其實看到本人 妳有沒有覺得她的頭一點都不大 不會 對不對 很幽默 小白咧 輔大小白 我覺得很有魅力 那小白 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迷她的 一直都還滿迷的 真的喔 妳幾歲 19 19 大叔方便公布妳的年紀嗎 剛滿40 那OK嗎 小白 OK 等一下… 我跟你講她OK我也OK 對 因為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以前的年輕人不是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現在是只要我可以 沒有什麼不喜歡 藝人呢 藝人覺得這位大叔大概可以 藝人大哥如果對我唱情歌 我可能直接就嫁了 跟我老婆的講法都不太一樣 真的嗎 老婆怎麼說 我老婆亂討厭聽我唱歌 媽媽 小楓也打圈了 就真的很帥 我覺得就是很紳士 整個是我的菜 天啊 妳今天是一盤好可口的菜 好棒 大學女生好愛妳喔 毛毛也是 麻煩這通告 以後妳連續排三個禮拜 對 我覺得這樣一個很幽默 很幽默 對 她從剛出來就覺得 她很好笑很可愛 對 幽默感也是一個 她哪覺得呢 就很迷人啊 哪裡最迷人 她整個整體的感覺就很迷人 聲音啊 長相也很迷人 好 那在這邊 我們讓妳們再接受奠集一次 馬上張宇大哥隨便來兩句情歌 好不好 在女生這一排前面對著她們唱 跟她們近距離好不好 對她們唱兩句情歌 奶頭直接說妳可以坐大腿上 坐大腿 是加婚 哪一首 張宇大哥 來個背叛好了 對 對 這不是加量 是這樣寫的嗎 對 對 雨 不停落下來 天啊 花 怎麼都不開 好可愛 請問我是心灌溉 你說不愛就不愛 我一個人 心上可以愛 小白不信了... 真的被煮熟了 小白不信了 好不好 你被抱血管了吧 小白 此刻的心情是 小白 想不出話 想不出話 要哭了 真的要哭了 天啊 好緊張 張宇大哥你一定要負責任好不好 真的嗎 你已經興奮成這樣了 這樣就會懷孕了 好 但是我們這邊派一個男生來PK你 好不好 張宇大哥先請坐 好 我們在這邊呢 馬上請到男生界的代表 發明王 對 很可愛嗎 You can do it 其實我也滿欣賞他 真的嗎 因為看過你幾次的節目的表現 謝謝 那個比還好吧 不要 愧疚… 你有聽過他唱歌嗎 還沒嗎 唱歌沒聽過 沒聽過 對… 張宇的表情待會兒注意 好 馬上你要帶來什麼歌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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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月亮兒的禍 對… 都是月亮… 月亮… 我承認都是月亮兒的禍 那樣的月色太美太無濃 才會在沙漫之間只想你祈禱 我承認都是月亮的禍 我承認都是月亮的禍 天天地不停 愛說得最懂得 在意怎麼心路感 天夜少知道 我承認都是月亮的禍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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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這是最新的R&B唱法 對 那種拍子我都自己都沒有辦法學習 Key也是一路在下樓梯有沒有 一直在吊字的感覺 發明王不錯 真的 好 你有看電視播出你唱歌嗎 有 自己有看 看到以後覺得 躲到桌子底下 躲到桌子底下 自己發明的桌子王 摔得斷嗎 對 摔得斷 傻眼 謝謝發明王 謝謝 謝謝 好好女人的交數 難打聲不敵大叔 要你有懷疑你外遇的時候 會怎麼辦 外遇就是跟他有肉體這樣結束 那你會懷疑不就是 想要跟我有肉體這樣結束 發明王說跟他講清楚 然後大叔的答案是 大學生了沒 我們今天要問一下我們這位大叔 其實近年來沒有小女生跟你示愛過嗎 大家可能是愛於我的身分 跟地位的關係 大家就有點怕我 如果真的沒結婚的話 會嘗試要跟年輕女生交往嗎 會啊 為什麼不會 真的喔 對啊 比如說40歲了 你會考慮跟20歲的交往嗎 蠻好的 真的喔 因為其實 不要說只有20歲 從40歲身上學東西 40歲的老男人 也要從20歲的小女孩身上 學很多東西 對不對 因為其實什麼叫做大叔 大叔就是 就覺得 就經過了大風大浪之後 覺得自己本身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不會輕易地覺得說 這年輕人草莓足 什麼七年急身 什麼一無可取 其實錯 我覺得在其實年輕人身上 可以學到很多 我們大學 這番言談過後又更加分 我的傻 你有沒有覺得攻不破 打不贏 找他來修讀我們的 但大叔既然這樣講的話 年輕人會 我們就講說 傳簡訊嘛 速度要很快 你會傳簡訊嗎 會啊 會 手機人家還問你有沒有電池咧 對不對 有在用嗎 有啦 但是因為我最近傳簡訊比較慢 以前稍微快 現在大學生之間的溝通方法 多拜是透過手機簡訊 大叔章宇可能藉此 打入女大聲的世界嗎 我們派出代表小麥 來測試一下 大叔傳簡訊的速度 能否跟上女大聲 內容請注意 我現在唸出來 阿Ken 納豆 耀翰 淘金營去打球嗎 開始 這中間還有音魂 對 他要切換 打完Ken再切回來中文 阿Ken 納豆 耀翰 對 阿Ken 小麥好快 看一下 看一下小麥 打球嗎 他已經傳完了 等一下 軍獸 他已經傳完了 等一下 請問 請問大叔你在傳 他很少切換 他還在打 他被我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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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已經勝負分上 已經打完整段內容 大叔張宇 確實打了兩個字 看來大叔還得多練習 才能與年輕小女生溝通 雖然傳簡訊速度 追不上年輕人 但不代表大叔沒有吸引力 現在就成熟男人的四大魅力 與男大生們PK 看看在大學女生心目中 誰最受歡迎 首先第一魅力呢 就是成熟智慧 好 這我看我們這邊有 二 四 六 七位男大學生 男人類 也要加入男生 要不要加入 模糊 好 我們第一階段要PK成熟智慧 請你們用答案板寫 然後其他女生來當評審 請問 當女友懷疑你外遇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來 我們來看一看 大野 大野的答案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反正外遇就是跟他有 肉體上的接觸 那你會懷疑不就是想要 跟我有肉體上的接觸 所以就 等一下 女生已經快氣死了對不對 對啊 來 小楓說什麼 怎麼可以這樣子 並不是這樣就可以擺平你女友 好不好 可是很多吵架最後 都是不是都是 用那個當Ending 我覺得都是男生 女生根本不會想 男生自己就自以為這樣 就可以解決女朋友 但這樣不行 發明王說跟他講清楚 用唱的 因為歌名都月亮代表我的心了 對不對 OK 但花花很大手筆 讓她放心帶她出國 是啊 我覺得 唯一跟老男人不同就是沒有錢 所以就算沒有錢也要出國 就算去那種 然後小白就贏了 就超明的啦 就去那種 海南島也要去 澎湖啊 什麼 女生覺得哪一個比較OK 花花 出國是不是 謝謝 好 我們來看看大叔的答案是 送三課啦 好狠喔 妳 覺得 章魚贏了的請按鈕 來 女生全部通過 等一下妳為什麼這樣就送三課啦 大叔唯一的優點就只有這個 然後但是我跟你講 在送的過程裡面 其實還是要秉持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打死不認 喔 根本沒有 因為其實女孩子 其實我覺得 並不是真的能夠太接受實話的人 那如果說 妳自己要是真的有她懷疑 那妳就是以後就不要再有 但是妳要打死不認 但是妳該哄的動作還是要有 怎麼哄 就是送啊 送 該送的東西要送啊 那妳是就跪下送她 然後會講一些就是妳知道好聽的話 不能跪 還是要擁有一點那種男人的那種樣 因為妳跪了就表示妳真的心虛了 對 對 所以我送妳 但是不代表我承認我有這件事情 那章魚紅什麼 你的內容會說什麼啊 譬如說 其實我還是 我是真的很愛妳 所以說 其實外面那些風風雨 妳聽過就好了 剛好我買了一顆 三顆阿娜珍姐 妳要不要戴戴看 適不適合妳 這麼高 這麼高 是女生 等一下 HANA居然舉了老派耶 我有超贏 超贏 轉錯面 阿扁妳還在老派 對啊 這一定是坐責心虛的 但妳的反抗聽起來 不然沒有 對啊 這也有三顆啦 快快快不行了 你不能用大叔要買三顆了 我送拉環啊 我送拉環 拉環很遜耶 沒有… 承意是最重要 拉環第一張剪就有了 妳還要送 但是用心帶跟沒有交配 我像巨妹也有用拉環代替的 對… 我像巨妹就很浪漫 其實拉環也可以 送拉環也可以 送拉環 但是拉環通常去之後 她更生氣的時候 再趕快再補三顆拉基去 讚喔 不公平的戰爭 真的 我現在終於知道了 我每次跟張太太打麻將 她怎麼這麼多戒指啊 她說在懷疑 道謝了幾次你 OK 所以這一關是張雨贏了 對不對 好 第二關我們來PK幽默感 聽說呢要講笑話是不是 阿扁聽說是當中最強的 來 直接來 要講什麼笑話 笑話有點顏色 請大家不要講太多 好 就會有一對男女朋友 然後有一天晚上 他們就是在進行繁殖後代的行為 然後突然間 那女生就跟那男生說 欸 你不要一直色咪咪好不好 結果那男生就回答那女生說 好嗎 好嗎 笑話有一陣子 天啊 這就是男大生的幽默感嗎 現場女生不但不覺得好笑 反而還發起火來 阿扁 你這回可讓男大生們舒慘了 還是讓大叔教教你 怎麼逗女孩子開心吧 那請問張雨 你有準備電視上可以播的 我可以播的比較少 我這樣想一個那種 可以播的還真的滿少的 我盡量想一個 就是有一個白痴 他很喜歡吃滷肉飯 他每次吃滷肉飯 這邊就會黏一顆 然後他就這樣 他每次都 因為他這個白痴 他每次都這樣 有一天他又吃滷肉飯 吃得很高興 但是黏在這邊 拿不到 拿不到 很生氣 但是沒有關係 他還是有一點點小聰明 好 這一輪 認為是張大叔贏的請按鈕 這個不贏也難吧 狂贏 狂贏 毛毛到現在都還在抖耶 毛毛 毛毛怎麼樣 如何對張大叔的印象 很好笑 到現在他們自然的抖動 對啊 大爺整個人已經空掉生氣 大爺 大爺 你還是硬打了一個X 你覺得沒有比較好笑嗎 還好 真的 那你覺得阿扁的比較好笑 好好笑 對啊 太厲害了 沒有 沒有 八明王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笑 阿扁的 他一直都被帶著走 好棒喔 八明王 那你有沒有笑話 你來講一個 好啦 我講一個 好 耶 有一隻啊 小明帶 媽媽帶小明去喝家的美語 上補英文 然後 小明的媽媽終於發現了 咦 為什麼 何佳人英語 為什麼不是何佳人老師教的 然後那個 裡面的老員工就說 隔壁唱情路美語 為什麼不是唱情路 好 好 你現在請舉牌 覺得他剛剛怎麼樣 還不錯 還不錯啦 還不錯喔 對啊 還OK啦 好 掌聲鼓勵鼓勵 哎 帥 帥 好有自信喔 等一下 一定有人可以穩重地走台步 八明王 GO GO 大學生了沒 接下來要PK的是外型了 外型 那你們型男主要派出的是 陶立揚 請出列 陶立揚你今天要怎麼耍帥呢 走台步嗎 張宇大哥一起走 兩個人一起 OK啊 你先然後他走 來 預備 陶立揚 到鏡頭前面要耍帥喔 擺幾個新男 帥帥 來 張宇大哥 Oh my God 好有自信喔 裴身上啊 女生投票覺得張宇又贏了 請按鈕 哇 大H超贏 又是他贏了 怎麼會這樣 整個就是一個男人 對 差在哪裡 一人一人 其實陶立揚也很帥 可是張宇大哥就多了一份成熟穩重的美力 你們點頭如頭算了好不好 真的 小白 我覺得 我覺得很帥 都很帥 都很帥 但是你投給張大叔的原因 因為我喜歡大叔 沒有 其實我覺得他也不錯 因為你知道嗎 有四個字 青春無敵 對 大家不會覺得青春無敵嗎 小曼 我覺得各有特色啊 對啊 張宇大哥就是誠懇又不失帥氣 誠懇就真的是很難做到 我覺得誠懇真的很難做到是自然流露 真的 對不對 也沒有說你不誠懇 陶立揚剛剛覺得 你自己的姿勢擺完 然後再看到張宇大哥 你覺得 就覺得他真的是比我穩重很多 就是有男人的味道 他是不是在表演很快 真的生氣 等一下 一定有人可以穩重的走台步 穩重 穩重 走台步 要帥的 哪裡來 快告訴我 這個襯衫 我的天啊 天啊 這什麼 這哪裡買的 百貨公司買的 真的嗎 這一間要多少 一千多吧 帥… 不錯喔 其實還滿有品味的 對…好 那音樂來囉 到鏡頭前要擺一個 好不好 預備 開始 發明王 GO 背後…個鏡頭看一下 背後…突然 背後還有 水… 他怎麼會擺這樣 那是什麼意思 由他的姿勢來看 就是他這個人是非常純潔的 是很純真的 沒有經過什麼太多污染的 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就是經過很多的污染 所以知道怎麼樣掩飾 唉唷 又謙虛了 等一下 阿扁真的氣到一個嘴都歪了 你怎樣 我覺得我們 年輕組真的是表現相當的好 真的 太好了 好 在這邊謝謝陶立揚 發明王 謝謝 他一路領先啊 對啊 還要再比嗎 完蛋了 對啊 不過帥其實說真的啦 這個 帥不帥在女大聲擇偶條件 大概排第幾 就是 那第一是什麼 第一 感覺啊 感覺很重要 對 感覺應該從 就第一印象應該就是從外表啊 外表當然不能拉哩拉哩或髒髒的感覺 可是 對我來說外表不會很重要 對 因為太帥的話 自己交往起來也沒有安全感吧 對啊 三步時就會被搶走的感覺 好 那大學女生覺得帥 但是又不會沒安全感的代表 大概是誰把答案寫下來 帥又覺得說可以成為另外一半的 好 來 我們來看答案啊 好 你們直接狗腿的 對啊 你直接叫 什麼東西 真的 騙人 好 有李大哥 吳彥祖 他們倆算同意行嗎 不同耶 因為有一次我看到李依倫本人 然後本人就是真的很穩重 真的喔 對 然後 我不會這樣 我會就是目光會一直想要挺在他身上 大家不要以為八點檔 他演壞人演多就壞壞了 其實他真的滿穩重的 尤其是他抱著小豆豆的時候 我的天啊 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他是穿一整套西裝 好像在 就是他在拍戲 對對對 哇 西裝鼻涕 有魅力齁 那吳彥祖你也看過他本人嗎 沒有耶 可是就是 會覺得他雖然很帥 可是他的眼神就是給人家一種 很踏實的感覺 我以前還幻想嫁給吳彥祖耶 對 因為吳彥祖那時候他有說 他說他不注重外表 他只要承受有智慧 而且要有中國味 我心裡想 哇 我超級中外表 然後後來他每次 每一個交的都是洋妞啊 對啊 他講歸講有沒有 後來交了很多 我就死心了對不對 奶頭寫王偉 中的原因是 你覺得他是 滿帥的 但是有安全感 說帥真的是其次 只是那個散發出來的感覺啊 就是 就有那個人力啊 或者是 對啊 講話談吐都 有男人力 很男人 就 而且對 講話也都很穩重這樣 就很欣賞 韋鐘哥好多票喔 1 2 3 3票韋鐘哥 還有寫詹歌的 那小麥也寫詹歌 為什麼 我覺得他很有魅力 然後講話聲音很可愛 小鳳寫聶雲啊 對啊 他就是很帥 然後感覺很顧家 很照顧就是妻兒 他哪寫愛麗克斯 因為有一次我去逛街 然後遇到他跟他老婆 然後我就覺得他對他老婆很好 就很穩重 而且講話就很輕聲勢語 超穎認為是誰 Oh Tom Hanks 嗯 對啊 就是那種很帥啊 但是又 就覺得非常有關曲的 對 大學生了沒 如果一關主要PK的話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 什麼人能贏喔 叫做多金 多金代表是 大爺 好 大爺 大爺存款有超過四位數嗎 這十百千 四位數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是啦 好 大爺本身家裡是 交叉的 沒有啦 他是 他其實有很多塊的那個代理 然後我們家是做運動傷害那一塊 那就朋友跟你出去都不用付錢嗎 吃東西 如果是好朋友的話 真的喔 你都會請他們 就好朋友都會請 多久請一次 就 就像我們下課每次去吃飯就會出去 就大家這樣子 都你請 對啊 因為我同學他們都要打工 就還滿可憐的 那你都請他們吃什麼 有時候就下課 就大家肚子餓就去吃飯 然後 就有人同學也沒有錢 然後就請他們吃個飯 其實沒什麼關係 真的 滿好的啊 大爺就是 就是闊 阿扁意思有沒有 就是旁邊都怎麼樣 阿扁 大爺有請你吃過 沒有 你知道嗎 我要說 對啊 我要說 那一天我 跟那個大爺要準備 就是錄完營要回家了 然後那時候坐捷運 然後我身上沒有錢 他竟然幫我付那個捷運的卡 超酷 就100塊直接幫我說 你沒有錢加值嗎 那我幫你加 真的嗎 對 加了多少 就加了100塊 哇 但是這個 雪中送炭算有愛心啦 對不對 這樣表現還OK嗎 各位 各位奶頭覺得OK 還OK 那張宇大哥 請問跟你出去吃飯 都不用付錢嗎 現在嗎 嗯 如果是他們啊 嗯 可以啊 可以 這樣站起來對不對 那平常跟朋友出去吃飯 也都是 沒有啊 因為 因為朋友之間 大家都 有一定的經濟收入了嘛 那其實大家就會 譬如說 但是我們不會 不會像年輕人那樣 就是我們一定要平分 不是 說這一餐是我請 下一餐自然而然就會有 另外別人去付錢 這樣子 對 大家會有一個默契 互相 就是說大家會互相來互相去 但是我覺得不要比這個東西 對 因為 搞不好他們到了我這種年級的時候 他們更有發展 而且每個世代他們其實對 對金錢的觀念的感覺 其實並不相同 如果我們小時候像他這樣子 一定被罵死 應該講張宇大哥其實他的存款 是輸給大爺的 對啊 對啊 因為他錢全部給老婆 對 對 對不對 是這樣嗎 對啊 不是啊 就是我老婆說 我的零用錢是無上限 但是 基本上金庫的藥值是在他身上 就對了 對 所以這點 大家都超硬了是不是 超硬 所以他的存款輸給大爺 但是大家還是認為這一關是 張宇贏媽請按鈕 天啊 天啊 一面倒 這真的是 太慘了啦 毛毛 你覺得 我是覺得 其實大爺還不錯 就是他覺得說那些東西都不是他的 就是那是他媽媽賺的錢 這點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張宇大哥還是贏 對 因為我覺得說就是他很信任他的老婆 然後就欠他讓他老婆來管 我覺得這是他值得讓人家 就是欽佩的地方 對 天啊 這些女生全部都就是醉倒就對了 好了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以後 以後如果說真的結婚之後 其實在家庭理財上面 其實大家知道兩方面誰的個性 比較適合理財 比如說如果你的個性比較適合理財 那你就應該要去負擔這個責任 但是你不要說你自己是很愛花錢的那種 那你又要理財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會把整個家庭經濟往下拖 那像我這種就是 其實平常就是可能也是比較不把錢當錢 就是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愛玩什麼就玩什麼 那我覺得這樣子還是有一個人 幫你顧著會比較好 有越說實在是越深得你們性對不對 這不得了 連你都融化了嗎 你看什麼氣 不想玩 從頭到尾沒有醬油玩 並沒有參與 今天這樣講 最後因為他已經是爸爸了 章魚爸爸 如果你有一個女兒 是妙齡女郎 十幾歲 二十歲 然後他就跟你說 爸爸 我要交那種40歲的 他有錢有車有什麼的 你會怎麼告訴他 交40歲 對 有錢有車 就是像今天啊 一面倒這樣子贏 我跟你講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會很難過我這個 這十幾年來的教育 在教育他什麼 對 因為我會讓我在 對我現在兩個小孩子的教育 其實從小就會告訴他們 正確的金錢觀念是什麼 好 如果是 像剛剛這些女生 有部分是說 不是因為錢多 是說這位大叔 他真的很成熟穩重又體貼 那我不喜歡大學男生 那你會怎麼跟他說 但是成熟穩重體貼 跟大叔不見得是畫上等號的 我覺得有很多的大學男生 其實也很成熟 也很穩重 也很體貼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 要從人上面 個人的特質來看 不要從他的年紀 他是不是大叔來看 而且你們這樣 很容易會誤判行事 因為很多大叔其實是窮光蛋 很多大叔其實會有假暴 對 所以說其實不要 不要只是從年紀上面來看 當然也許在比例上面會比較多 但是還是 我覺得你青春還是要找一個 跟你年紀比較相仿的 但是好好的去選擇他 他也可以成熟 他也可以穩重 他也可以有前途 讓你們自己去共創你們 美好的未來不是更好嗎 太棒了 天啊 我跟你講 今天張大叔贏了 一面倒 不只是女生倒 男生都折服了對不對 哪兒累是不是 說說你的感想 我覺得太有道理了 太有道理了 大家可以了解 為什麼前兩排女生 如此瘋狂的頭圈了吧 好 我想在節目的最後 大叔勝出 要有請所有的女生 出來跟他拍十連拍 好 哇 哇 來面對鏡頭好不好 大家出來跟我們 好 張宇大哥 來… 不要輕舉妄動各位妹妹 不要輕舉妄動 前面… 不要頂她 來 最後十連拍 一 二 前排會不會有人蹲一下 三 四 五 張太太來了 好 不好意思 在這邊非常謝謝章魚 謝謝所有的同學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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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